买菜啦,谢谢那青菜,自己种的菜,五公害,买菜啦,买菜啦,谢谢那青菜,哎姑娘,买菜,哎姑娘,你别走,那钱掉了,我刚才掏手机的时候不小心掉了,阿姨,谢谢你啊,不用谢,这都应该的,下次掏手机的时候,注意一点,别再把钱给丢了,行,我知道了, 那个,要不然这样吧,我给你二百块钱,作为感谢,哎姑娘,这个使不得,不是我的钱,我不能要,阿姨,你真是个好人,姑娘,是谁遇到这样的事情,都会这么做的,行阿姨,我要接个电话,我先走了,行,慢点,买菜啦,谢谢那青菜,儿子,你怎么来了,晚上我请朋友喝酒, 给我拿钱,我不是,昨天才给你的钱吗,你花完了,那才多少钱啊,肯定花完了呀,少过废话,给我拿五百,儿子,你花钱要省着的,你看,妈这卖菜也不容易,妈没钱,我说死老太婆,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,你卖菜不容易,那都是你自己没本事,是让你自己不出去打工的,多挣点钱, 儿子,你看,我也一把年纪了,我去哪打工呀,人家也不要我呀,不要你,我看就是你自己懒,一点本事都没有,这么大年纪了,连钱都给不了我,你还能给我什么呀,你看看别人,要车有车,要房子有房子,你呢, 强子,你也不小了,别整天在外边,不务正业,找个工作,好好干干,挣钱吧,再找个媳妇,妈求你了,别在外边胡混了,行不行呀, 你给我废话,你再给我废,废话,我告诉你,再多说两句,我车子给你掀了,拿钱,你这是干什么呀你,拿不拿,我拿,一天天卖菜也卖了时间不短了,连钱都没有吗,就二百呀,这是我卖菜,卖了好几天的钱,就这么多,卖好几天菜,就卖二百块钱,还好意思说,没出息,哎,儿子, 阿姨,刚才那个人是你儿子啊,对,姑娘,他是我儿子,整天游手好闲,什么也不干,就知道给我要钱,这他爸走得走,都是我一个人汗心如骨,把他拉扯大的,都是我把他给关坏了,原来是这样,阿姨, 你别难过了,你哥,我过去一趟,哎,今天晚上我请客啊,出来喝酒啊,等一下 你谁呀?你拿着你妈卖菜的钱,吃香的喝辣的,你的心里怎么过意的去的?关你什么事啊,你谁呀?你别管我是谁,你知道你拿走的这些钱,都是你妈,一颗青菜一颗青菜卖出来的, 她每天风瓜日晒的,才挣了这些钱,你可倒好,拿着这些钱给你的朋友大吃大喝,你对得起你妈吗? 我对不起对不起,关你什么事啊,你家住海边啊,管得这么管? 这件事,我偏要管,没想到,居然有你这种当儿子的人,我带你去看看,你妈她过的是什么日子,你给我过她,干什么呀? 你别拉我,我又不认识你,你看看你妈,她过的是什么日子,你看到了没有,你妈卖菜每天很辛苦的,她却不舍得花一分钱,每天只在这里啃干馒头,你拿着这些钱在外面大吃大喝,你对得起她吗?你吃的能安心吗? 这菜怎么卖啊? 姑娘,你看这黄瓜多新鲜,两块钱一斤,这哪新鲜啊,都蔫了,还卖那么贵? 姑娘,这黄瓜,是我今天早上才摘的,新鲜的,这是我自己弟弟种的,我公开的 行了妈,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老年人,用那种便宜的菜,说自己重呢,还卖那么贵的价格,我才不要呢?我还不如去超市买呢,吃着还放心 姑娘,你看到,你妈每天在这里卖菜,遭受了多少白眼,遭受了多少人的挖苦,你还那样对她,你对得起她吗? 姑娘,菜怎么卖的? 小伙子,你要什么菜呀? 我看看啊 这是生菜,可好了,你看,这是我自己弟弟种的,可新鲜了,我跟你说啊,这菜五公块,一点农药都没打 小伙子,你不能这样呀,你这样,你不能这样,你这样,我这菜卖给谁呀?你看,我这年龄大了,种个菜也不容易呀 姑娘,你是不是卖菜的?这外面的叶子都不能吃了,怎么,你这卖菜的还不能给摘了呀? 这菜都是我摘好的,你不能这样啊,你说说你,我再看看番茄,番茄甜不甜呀? 这西红柿可下了,可甜了,你说甜就甜啊,我尝尝,哎,小伙子,你不能这样呀,小伙子,我就说这西红柿好吃吧? 不甜,哎,你不能这样,你这样,这菜我卖给谁呀?什么卖给谁呀?你的菜,我没有相中,这西红柿啊,你说甜,我吃了一点都不甜,我不想要,还有这个菜,这外面的叶子都不能吃了,我摘几颗,还不让摘,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,你的菜不买了? 小伙子,你不能走,你走了,我这菜卖给谁呀?那不是,怎么着,你还强卖强卖呀,饿人是不是? 小伙子,小伙子,你怎么能这样呀?只有一个老太婆,种菜也不容易呀,怎么不能这样的人呀? 那个人也太过分了 你现在知道了,你以为你妈挣这些钱容易呀?你爸走得早,你妈一个人含心如苦把你拉舌大,这些年她为了你吃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罪呀? 她就是太纵容你了,才会把你灌成今天这个地固,你大妈还有点良心,你就应该知道,以后怎么对你妈 买菜呀,你看,我这菜多新鲜呀,这都是自己弟弟种的,武功害的,也没打弄药 来,这个,这个是刚才那个小伙子吃过了,不让你吃 小伙子,你看看,你要什么菜,这菜可好了,小伙子 儿子,你怎么又回来了,这回我可没钱了,我把钱都给你了 妈,我知道错了,我以后再也不难找你要钱了,这钱我还给你 儿子,你在干什么呀,快,快起来 妈,以后我再也不大吃大喝了,我帮你一起卖菜 儿子,你看,天这么热,你在这卖菜不行,你呀,还是回去吧 妈年龄大了,在这卖菜,习惯了 这言是我不懂事,是考虑自己,没有想过你在这里卖菜有多辛苦 妈,以后,你受过的苦,我也要尝一下,你放心,以后我一定好好的工作 再也不会不务正业了 儿子,之错就跟,还是骂他好孩子,你饿了吧,骂这一馒头,来,你吃一个 爸,你辛苦了,现在我帮你卖菜,好 这些菜,我全部都要了,姑娘,这么多菜,你能吃完吗 能吃完,我的公司啊,就在前面,回头啊,你每天的菜直接送到我的公司就行 那,那真是太好了,姑娘,谢谢你,谢谢你 姐,谢谢你 浪子回头啊,金不换,知错能改,山莫大愿 小伙子,既然你都知道错了,以后,好好孝顺你的母亲 我会的,以后,我一定好好对我妈 刚才我听说,你还没有工作,这样吧,以后,你就去我的公司上班 你公司,我可以吗 你不会的,我可以教你,我对你唯一的要求,就是以后,好好对你妈 好,我一定能做到,以后,去你公司,我也会好好干的 好,阿姨,这是菜的定钱,以后,你每天把菜拉过来,直接送到我的公司就可以了 姑娘,真谢谢你,你真是我没叫他大愿 行了,别说了,赶紧帮我把菜装起来吧 行行行